他的反手的实力要更雄厚一些 然后包括他的相持能力 非常厚实的这种基本功和攻防能力 然后冯亚兰呢相对的打法更 就跟他外形一样嘛 更偏向于这种男性化的技术 然后他的发球前三板正手都非常突出 他们两个人的比赛应该会 应该会很好看嘛 应该是两种不同打法类型的一种碰撞 马连知道之前解说的时候 管这个方亚兰叫地表力量最大女运动员 因为我之前在网上看了一个资料 我不知道准不准 说方亚兰的推举力量能有65公斤 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数据 他好像前几年 跌峰状态的时候 对 跌峰状态的时候好像可以有 然后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稍微大一些以后 对自己的保护也更强了 可能不会去推那么重了 强弩这一下吧 但是是不是跟他打球的时候会觉得 接他正手的这一下还是挺重的这个球 对 他的正手的这个 发力这一板球应该说在女队来讲 应该是拉的最冲的 然后加上他的跑动范围 应该也是非常大的 咱们一起来看这场比赛啊 这场比赛的解说依然是由小枣刘诗文 以及小胖凡震东带来的 这场比赛应该说对陈翁压力更大一点 因为刚才也是先输了一局嘛 但是这局是绝对不容有失啊 现在对他来说呢 如果想直接晋级的话 一方面他要赢冯亚兰 对 另外还要寄希望 一会冯亚兰要把丁宁赢了 然后他再赢丁宁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一会儿 冯亚兰跟丁宁的那场球 如果他赢了冯亚兰 如果冯亚兰输了丁宁 其实也就也结束了 对 但是他要不赢 就连机会都没有了 他赢了可能还能等那边的结果 对 反正弹能去有可能性 对 那现在二位都是因为已经晋级了 小胖如果换作是你 你是想就是像周宇一样 看双方对战结果第三个出来打呢 还是希望第一个就上场 我先打赢一局再说 对于我来说 我不太希望后打吧 不喜欢等 对于我 对于我自身 就是打打风格来说 我要是对方先打一场球 都活动开了 再去跟我打的话 我觉得可能对于自己来说 不是特别舒服 要是我自己上去先打 大家都是在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下 我觉得我可能会更好一点 喜欢抢得先机是吧 那我小枣呢 如果是你的话 你想第一个上来 你想打第一局 还是想打第二局 肯定希望上来先打 我觉得因为你 反正迟早也得上嘛 是 对然后我觉得一上来 大家都是 0比0开始 对 然后如果说你等一场的话 你再上场的话 等于前面两个人 已经打了一场了 加油 全球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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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作为运营员来来讲 都是喜欢先下手为强吧 希望占得先机 不管输赢 都是自己去掌控 其实范尔兰的打法 在女队来讲 虽然他 没有说像陈梦这么厚实的 这种基本功和反手的实力 但是他打球的战术意识 在女队里来讲 应该算比较强 他更偏向于男孩子的一种思维 他很会算球 好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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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你是不是有点看不懂 一般男孩一摆 回摆肯定上去就冲了 女孩有的时候一百万下意识还会往后退 其实干几球有点办机会 但是发展篮没上到位 这就有的时候可能看男孩打球 看他们那种步伐呀意识 就是会学到很多 这些球就不太敢扑 摆完之后还是下意识先保护自己 对 先往后退这样 不敢摆完就是趴在台子前面 这球马哥是最好的 马连制造也可能是惯性太大 实在是回不去了 马哥当年还是比较瘦的 也是圈台飞 这个昨天其实这个问题 本来是想问林高远 但是厂边采访没采访到 问一下小胖 因为你看你零八号叫小胖 咱们现在很多球迷举的牌子叫 永远支持国胖 你有没有担心自己 有一天如果不打了之后 这个身材的问题 因为其实大家管小胖叫小胖 其实我们看小胖身材非常非常好 对 我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疑惑 在直播的时候我多次问 我说为什么叫小胖吗 因为我觉得不胖啊 然后你马哥说小时候婴儿肥 婴儿肥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看跟谁比吧 可能跟剩下的人比 我就算胖了 属于是一个比较出来的小胖 看到前辈们有没有月半的担忧 我觉得可能 现在火是越来越好了 我会有这样的担忧 法亚兰现在状态也很好 现在 法亚兰有点像男队的 林高远 现在就是状态 人的心气非常 感觉在场上特别感动 特别敢去猜 敢去算 他昨天的比赛也是赢了小朱 朱宇玲 对 也是发挥得非常好 对 那场比赛是朱宇玲 其实拿下了第一局 没有没有 0比2 哦 朱宇玲在第一局的时候 先是比分占优 然后有一度我们都觉得 场面已经在朱宇玲的控制之中了 但是法亚兰 那场比赛也是打得很有韧性 是感觉 朱宇玲这种 技术战术风格在女队可能打到关键时刻会威胁更大 而且 因为女队有时候喜欢相对去稳的去一种接发球的时候 我感觉给她的空间会更大一点 9比5 而且加上可能三局两胜的这种赛制 然后她的这种打法风格 因为比分缩短了嘛 所以她的给人的这种压力也会更大一些 可能这种赛制更适合这种爆发力比较好的 变了一个发球 吃给料了 孙亚兰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我觉得陈梦还可能第一场输完之后相对在时间也是比较短 没错 可能在场上第一局还是相对会有一点偏紧或者是有点蔫儿感觉人并不是说能够特别释放 这样的话在手机比赛中 范亚兰先是拿到了一分 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赛程呢是交手的负的那一方 然后呢先打 这样的话呢其实陈梦只休息了一场球 在林高远跟许新的比赛之后她就又出场了 可能刚才还在想跟丁丁一场比赛呢 是我们其实看陈梦的表情还是感觉到感觉今天自己发挥的不是特别理想 对感觉她跟范亚兰的比赛在准备上预判上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充分 其实范亚兰这次的比赛包括她昨天的比赛 应该说跟以往的比赛完全是两个水平吧 应该陈梦现在应该要打出一些超出对手想象的一些球吧 然后更强势一些 对陈梦来说这后面的比赛不容再有失了 如果她想要直通的话 因为如果她后面再输的话 丁宁跟范亚兰的那场比赛的机构跟她就没有关系了 对也不会出现继续血战到底的机会了 对 现在就得 就得拼了 哇连救浩迪哥 比如唉 今日准备完 来 再说 我的空 我 我想 现在 我 我 我有 和 我有 我发现我们导播老师 孔志导90%的时间在场面都非常专注 但是孔志导一掏出手机镜头就对着了他 一只在瞄了孔志导 就排不好的东西 在我们之前的直播里面 已经出现过两三四了 可能导播老师比较贴近生活 想看看孔志导不看球的时候都在干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说 孔志导非常的专注啊 感觉福尔兰跟正常女孩打法不太一样 她的反手可能都是一些节奏 都是在为正手创造机会 不像就一般女孩打球 都是反手去变线 去加力去控制你 那种感觉可能不太一样 之前马林指导他们也夸说 她的这个卧推成绩非常好嘛 然后他们几个互相之间还会问 你卧推多少 你卧推多少 都没她好 到不了 今天把卧推这劲都用上 你看她拉扯的动作就能看出来 一般女孩很少有这种后仰式啊 包括这种蹲得这么低 就证明她这个腿部力量 包括这种核心力量都很强 所以她要做出这样的动作 所以说每一种训练 都能转化成你的独门秘技啊 对 像篮球里拉杆吧 有点 这个需要很好的制空腰部能力 对 拉杆玩了还折叠 还是双手背扣是吧 我制空一分钟是吧 你给我踢走我也行 这是一对双胞胎小妹妹吧 你觉得是吗 挺像的呀 有点像 有点像啊 你像的 其实今天现场有很多小观众 很多家长都把自己家的小朋友带来 从小熏陶 把这种对咱们国球的这种喜爱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啊 让小朋友们也来感受一下 确实能看见蜂蜂球在中国人心里这个地位 然后包括这种情节 我觉得确实 所以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 我们在场上也觉得更加有动力 也有那种 就是为国争光的那种使命感 我觉得是不由自主的就出来了 就那种感觉 小胖是几岁开始打球的 我是五岁 五岁就开始 就跟刚才的小朋友差不多大 但我可能比他胖 胖啊 你果然是有这个色黑的这个能力啊 这个时候双方的这个教练 确实也都很很着急啊 在场边 有的 就每个教练的风格也都不一样 有的教练是那种 我觉得比较和风细雨似的 有的教练是那种情绪 好像很激昂那种感觉的 有没有可能就是 因为比赛太投入了 在暂停的时候教练说什么 不会完全的吸收进去 脑中一片空白 会因为他一分钟下来说的时候 更多的都是记住他几个关键的点 而且在一些关键的点 教练也有可能会重复的去提醒你一个 在场上去根据这些点 然后自己再去做出一些 自己感觉去认为对的一些调整吧 我觉得不可能全部去吸收 能在场上也不能完全执行出来吧 我觉得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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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二局现在冯亚兰6比4 换陈梦发球 冯亚兰的这个 发抢 发球抢攻还是威胁非常大 现在 感觉陈梦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对 在战术上感觉一直有点被方尔兰算住了那一球 他的整个相持段的实力有点打得出来 加油 加油 感觉要给这各项技术评分的话 方尔兰这正手应该评个S级 超级的呗 超级的 超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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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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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比6 加油 加油 这局还是很关键 感觉现在整个局面都在 富亚兰更好的在控制 但是假如这局 输了的话 打成1比1 可能局面整个会发生一些扭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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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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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两个球也是稍微有点着急 像一板冲死什么 连续两个正手的失误 看出来有点着急 像赢 像早点把这个比赛收下来 感觉今天整个陈梦反手的这种特点 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吧 然后尤其他反手变直线 包括这种旋转和质量 没有完全打出来 今天跟方亚兰打的时候 也感觉他反手不是特别上分 好像现在这一局还是能咬住 没有让比分拉开8比8平 对这几个球 跟方亚兰也是出现了一些无为失误吧 特别也是感觉想一板去结束 去得分 并没有说想去连续 去连续进攻 去靠连续进攻去得分吧 可能也是觉得 陈梦这个相视能力要比自己 能好一些 看看后面几分非常非常关键了 这球没插网估计 测身 挺得劲的哈 还是 吃力发球 之前我们在解说的过程中 也是感觉到哈 有的时候咱们在比赛的时候 看见胜利的曙光的那一瞬间心态是最难调整的 经常有的时候到那一瞬间可能 我感觉我好像要赢了 会有一些急于求成的心态吧 然后这会儿脑子可能就会有点发热 哦 连吃两个 这两个发球 有变化 反而拿到赛点 对陈梦来说后面的两分不容有失 能不能让你这个训练到你这个球 还能继续转啊 就靠看后边这这两分了 如果方安来能够取胜的话 那后面他跟丁宁的比赛 十一赢是将获得第二张 女队直通杜塞尔托夫视频赛的门票 十第九 战停 战停了 这时候是不是自己不叫 可能教练也会要断一下 对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去把这一分去捋清楚吧 特别是这一分可能输得也比较快 看一下下一个球会怎么去处理 怎么让包括可能打到十平以后 怎么去把自己的发球去把握好 也是非常重要的吧 两位觉得在这个比赛中 因为这个比分啊 也是交替往上走的 哪一分是可能是最压力最大的 是十比九的时候是九的压力更大 还是十的压力更大 压力都大 都大 那肯定 其实你在哪一边哪一边压力就大 你在九的时候九的压力大 你在十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想自己输啊 没错 约到这个时候 之前也非常熟了 在一些战术的选择上上 可能会出现一些犹豫或者纠结 所以在这个时候 也需要去积累吧 可能打了更多以后 打了这种关键时刻更多以后 对自己在关键时刻一些出手 包括自信 都是很有帮助的 看看陈梦这个发球 估计凡尔兰不会再轻易错场 肯定要不就正手摆一个 要不就是凡尔兵起来 哦 十张球 十比十平 陈梦这两个发球啊 果然九比十两边压力都很大 都很大都很大 一瞬间都有响玩 陈梦刚才这发球 还是从落点上有一些变化嘛 发的更直了一些 刚才发篮这个球 没有完全上到位 陈梦没够着 陈梦一会儿就长了 陈梦发篮再次拿到赛点 第三个 看看这个接发球会有什么变化 陈梦发的这个正手短 反手长 两个点的这个发球 这个发球的质量确实也是很高 一直牵着陈梦 陈梦反而拧不出来 这一层 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女孩对于钩子球的这个搬出台 拉的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她特别敢把旋转去发足 在后面抢弓的时候 也是觉得就不太容易去摆住她的短 哎呦 哎呦 自己都着急了 今天现场的这个观众 也都是全面临层啊 有这个非常可爱的宝王 然后也有这个满头银下的爷爷奶奶级别的球迷 十一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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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在这个 或者说陈梦那接发球是好像有一些 有些问题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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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董 家人对着吃发球 看来因为这个比分一到九十以后 心理压力确实非常大 然后就动作有点变形了 那感觉对整个球回球质量要求更高了 都特别想再惊喜一点 这个时候容易出现一些五位失误 哎 哎呀双方跟上来好了一样 对呀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呀 或者只能说明两个在发球水平都太好了 现在感觉谁要能接发球上手之后 可能心态都会好一些 都是特别想在对方的发球上有一些 突破 对 所以感觉对要求还是太高了 之后有点变形 这次他这个陈茂西拉小梅失误 看看能不能把握这个局点 陈茂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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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看看陈茂的发球 好 来看看陈茂加油 陈茂加油 好球 好球啊 14比12 陈梦搬回一局 双方进入到第三局的决胜局 挺含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前两局的比分 第一局冯亚兰11比6陈梦 第二局陈梦14比12 冯亚兰 双方进入到第三局的决胜局 感觉其实 冯亚兰在第二局还是有机会 但是没把握住 对 刚才这一局后面几分球 两个人确实打得也感觉很纠结 然后一直 发来是很 有一些急于球成 想赢 刚才连续三个球同样的位置 用了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然后三个不同的失误 我觉得可能当时还是 就是这个脑子对手的控制 有点没控制住 其实那三个球 我觉得稍微处理好一点 其实他是有机会拿下的 陈梦这会儿的心态 肯定就是想咬住 比分 争取希望对手能够出一些错误 到了决胜局 看看双方 心态上 状态上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感觉到了这个 血战到底 这个赛制之后 每个运动员 对每个球 特别关键球处理 都更小心了吧 跟之前循环那种感觉 又会不太一样 可能这个打到后面 每一分都觉得 都是特别关键 这会儿来讲对发展来人心理上是有考验 因为刚才那么好的局势和比分 然后没有拿下来 这会儿肯定 人呢 心气 都会受一些影响 估计这会儿脑子还有点懵呢 但因为 现在等于是一局决胜负了 这个要是一上来 状态调整不好的话 被陈梦先把比分拉开 后面可能更难打了 对我觉得还是要让尽快 自己能够冷静下来了 看看自己的两个发球 把第三局开始 陈梦连拿三分啊 好像还没有从完全刚才那种 稍微有点急躁的情绪里面调整好 4比0 这局上来输得有点快 对都是特别简单的失误吧 因为还是有受伤觉得有影响嘛 因为连续那三个球输得太快了 可能他一瞬间脑子还没有完全能够出来 这个陈梦打得特别的积极 因为刚才双方僵持拿下了刚才那局之后 其实自信心上也是有一个提升的 这属于从绝境啊 绝处逢生回来的 6比0 确实在决战机中 然后陈梦现在已经确立了一个比较大的领先优势 感觉这比赛真是瞬息万变啊 然后陈梦刚才第二局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一直在摇头 这会儿感觉又眼神又回来了 感觉越打越厚了已经 对这会儿就感觉明显 你看又皱眉头就非常专注 刚才第二局的时候一瞬间已经感觉有点没办法 这又有可能血战到底了 是 这个有的时候其实也不只是乒乓球 很多球类运动的比赛 在比赛中间有那么一两个瞬间 可能就扭转了整个比赛的形式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乒乓球比赛心态显得更为重要 因为它每个球和每个球之间的回合太快了 就是你心态的一点点调整 可能就会影响后面的局势 可能大球的还稍微好一点 对因为乒乓球的速度太快 它太敏感了 有的时候你这一瞬间 你紧张一点或者反应慢一点 可能你根本就懵了 就反应不来不像羽毛球 你可能速度慢 我先跑一下 先过去一下 可能要求没那么高回球 太细腻了 其实我觉得竞技体育都是这样 只要有输赢就会有心态的变化 可能每一个节点 每一个时间段都会有不同心态的变化 包括比分 这回找了一个没看手机的镜头 證明孔志导很专注 看得特别专注 像之前咱们比赛完了之后 孔志导会给咱们在比赛结束之后 比如说会给咱们指导一下今天表现 会吗 我觉得一般在赛后的时候会 总结一下 那天所有打完了以后 孔志导给我简单的讲了几句吧 因为对内比赛 赛前他肯定不会讲的 因为他属于一个非常丰利的一个位置 一般我们赛前都是各自的分管教练 帮我们来准备 然后因为我当时是已经所有的比赛结束了 没仇了 然后他会简单的帮我分析了一下比赛 我们也是感觉到 因为咱们这次比赛里边 大家都是跟自己的分管教练在一起 然后可能很有针对性的部署 然后孔志导就是做官大局 非常的平静 表情甚至毫无变化的感觉 陈梦在第三局11比2 很快的战胜了 冯亚兰 对方来说呢 稍显可惜啊 其实在第二局中还是有机会 能够赢下比赛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的精彩回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